今天请进来了一群小鹿 我是不会骑尾墙的 如果骑了尾墙的话 这些小鹿要怎么进来 这些美景我就看不到了 这片地虽然不算大 但是如果按中国的母来算的话 也是二十几亩 要是我一起来的话 说实话我也没有那个钱 我们这里很安全 住在这条路上的都是有钱的人 真要来个打架结社的 他们也先抢有钱人家 无论是骑尾墙还是上铁门 都是防君子不能防小人 看起来越不安全的地方 其实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不会花钱去买那些心理上的安慰 它打造的像城堡一样坚固 也只是求一个心理上的安慰而已 也没打算养狗 因为院子里每天晚上都会有小兔子过来 我想要抓小兔子 这个杆子这一边就不是我的了 这一面就不是我的了 然后到你这样一直看过去 那里有挂那个橙色的条条的 那个就是属于我的地方 这一面就是属于原来的 然后从这里下去呢 是有一个水源 很可惜这个水源 我们这里地势太高了 没有在我的地上 这里摆了一个货柜 它们是就是飓风啊什么的时候 避烂的地方 这个水源要是在我的地上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来建鱼塘了 水不是很大 但是它是那个过滤掉的山泉水 那里有一个出水口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出水口 水 我要种菜的话用这个水应该是最好的 我在想这个水怎么把它引到我们上面去 这片林子里面 也是有很多野生动物的 它们以后会在这边盖一个房子 我们那边 可能这边就是中间有一条这个水沟 南门这边 看我们那边 这片也是比较困惑的地方 它以后会在这边盖一个房子 现在因为请不到施工队 所以还没开始盖 其实这里到处都有人家的 你看 这里也住了好几户的 王子就是个憨憨 我们三个月的电费300多 他还说很正常 说这边的电费比较贵 几分钱一度的电用到300多也太夸张了 我就知道一定是家里的电出了问题 非要逼着它找个人来检查 人家一来就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原来是我们的空调外机 那个保险根本就没有打开 空调外机根本就没有再转 所以只有空调内机在转就很耗电 他检查完以后 顺便帮我们洗了一下空调外机 帮忙冲了一下符 这样就是154 我来了这么多年 没有来一次超过200的 这都超过350的 它还觉得正常 我的天啊 这是一个大楼 你饿吗? 你看我看 但是我看你 你不要吃奶奶 他用骨頭倒掉 我看你的骨頭 那你需要骨頭 我發現你用骨頭 你會聽你的骨頭 你會把骨頭倒掉 按摩 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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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手 d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完工了可以挂两层衣服还有两个衣柜要改他们那个设计都很不合理改了才方便用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但是肯定是有肉啊鸡蛋 又是在婆婆家聚餐的日子这个都是拿来做沙拉的 这个是我婆婆做的甜小饼干 这个是小树子做的小饼干 中文字幕 李宗盛